-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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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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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我們要拿到一塊錢就要買一塊錢啦 大家好 我是Vyoz 曾經在日本有一個男人 在節目中 要以一萬日圓生活一個月 為了省錢但又想吃雞蛋 而荒唐的養了一隻雞 認為這樣就能省下買雞蛋的錢 -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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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甚至挑戰過在無人島求生 最後居然靠著高超的捕魚技巧 解決了糧食問題 加上他常常做一些很搞笑 出乎觀眾意料的視而爆紅 這個男人就是冰口優 有看過黃金傳說 或者是其他日本綜藝節目的觀眾 應該都對他不陌生 如今的他已經50歲了 也獨當一面成為了節目主持人 還有一位非常漂亮的老婆 今年2022年 兩人甚至有了小孩 完全是個人生勝利組 今天就是要來帶大家認識這位 生存系搞笑藝人 冰口優 - 全都沒速到 - 要做了嗎? - 要吃了嗎? - 請 冰口優 在1972年1月29日 出生於日本大阪府大阪市慈華區 家中有兩個弟弟 他的父親跟祖父 在他小的時候都忙著參加國鐵建設 所以很少陪伴他 也讓冰口成為了不用工的孩子 常常讓母親提到感到擔心 但他上了高中之後 就對喜劇演員產生了興趣 也表示將來不想做普通的工作 便告訴父母想成為一名喜劇演員 高中畢業後 他也沒有上大學 先是和父親做了建設一年 後來他就找上了從初中開始 就一隻同班的好友 尤野盡哉 當搭檔 但尤野盡哉 起初是想當一名廚師 冰口就騙他說 算命老師告訴我 如果我們不組成兒人組 我很快就會死去 尤野盡哉 就上了冰口的賊船 一起進了松竹演藝學校 1990年 兩人就搭檔出道 組成了尤野與冰口 這個搞笑雙人組合 後來1992年 在藝人北野城的建議下改名 當時他們參考了幼兒雜誌 Yuiko 的名稱 並改團名為 Yuiko 好孩子 便慢慢開始有了知名度 1998年10月 他們加入了日本綜藝節目 黃金傳說 而冰口也靠著 冰口的無人島鄰園生活 一炮而紅 開始被大家認識 說起冰口的絕技 就是在綜藝節目黃金傳說中 那專業的潛水與捕魚技巧 他在每個月一文日圓的生活中有提到 這些絕技跟他的祖父母有關 他的祖父曾經當過漁服 祖母則是一名海女 說的海女 這是一種在日本、韓國等地區 相當特殊的古老職業 這些海女不需要攜帶氧氣瓶等特殊裝備 就能潛入5公尺深的海域 不撈貝類、海藻等漁獲 來賺取家計 這也讓冰口表示 他感覺他天生就有潛水 跟使用魚叉捕魚的天賦 加上自己也很喜歡游泳 造就了他這身本靈 他的潛水與捕魚技巧 可說是與神聚來的 除了捕魚以外 冰口在節目中的另一大看點 就是他與母雞的省錢生活 那這隻雞後來怎麼了呢? 我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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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冰口在一個月一萬日元生活的競賽單元中 為了省下買雞蛋的錢 而特地去買了一隻母雞 來餵他省雞蛋 也因為這隻母雞有鋒利的會 所以他就把它命名為護斗 Shakure 後來冰口就開始與護斗一起人機生活 這也成為了這系列的一大看點 別的參賽者都是在努力省錢 冰口這邊就莫名變成了一個月一萬日元的養雞生活 到了2005年 護斗也變成了第二代 第一代沒意外應該是老死了 而第二代護斗 在2009年時已經處於一個月 只能產三顆雞蛋的狀態 但這次的節目 也是冰口與護斗第一次贏得了比賽 護斗也逐漸地從櫻光幕上消失 估計也是去世了 之後也就沒有第三代的出現 而雜誌中還有說到 護斗在沒有錄影時 都是被養在寵物旅館中 每天還要為他花費一千日元 過得相當的幸福 護斗也成為了冰口 在每個月一萬日元的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隻夥伴 2020年6月9日 冰口也於IG上貼上了過去與護斗的合照 來紀念這個夥伴 冰口他還是一位非常單純的人 非常容易被整 往往整人節目都能成功的整到他 這也讓冰口有了演藝界頭號笨蛋的稱號 有趣的是他的知識水平 開比小學生 身體還非常的健康 雖然前陣子感染了肺炎 但很快就康復了 這一生還幾乎很少生病 是否也驗證了笨蛋不會感冒的這句諺語 因為他如此的單純 對別人也都很溫柔 所以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愛 但他也常常做出一些 會讓人會心一笑的事 像是他在學生時代 與放學回家的路上 偶然撿到了少年Jump週刊 看著看著就喜歡上了其中一部漫畫 金肉人 他熱愛到只要綜藝節目有相關的聯動 他都會主動去參與 冰口還跑去投稿了 作者舉辦的角色設計活動 但不知道是因為角色設計得好 還是因為作者看到了投稿人士冰口優 於是他從眾多的投稿者中 選出了冰口投稿的角色 Stepman 讓他在漫畫中登場 但只出現了兩頁就被反派給幹掉 從此退場 真的是讓人酷笑不得 除此之外 他也很喜歡迪士尼 以及青色類的東西 不論是手機或是電腦 裡頭都存滿了青色圖片小說等等 他還為了看AB 而買了一台50寸的大電視 冰口還有一位小他17歲的老婆 女星南明奈 最早冰口是在搞笑藝人 出穿折廊的幫助下 與南明奈有了交換電話的機會 後來他們於2014年2月宣布戀愛 交往4年後 冰口在2018年 與東京迪士尼海洋觀景大飯店求婚成功 同年5月完成了登記結婚 9月又在海洋觀景大飯店舉行婚禮 後來到了2021年4月 南明奈宣布懷孕的喜訊 獲得了相當多粉絲的祝福 沒想到一個多月後 卻傳出還在腹中6個月的寶寶 沒有了心跳 令人感到挫餓與心疼 但在一年後 2022年7月 他們夫妻又突然宣布 小孩生回來了 就在冰口50歲這年 小孩健康的出生了 也讓夫妻倆開心不已 之後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能看到冰口 帶著小冰口一起去無人島生存呢? 也別看冰口平時在節目中 沒有什麼包袱 看起來像個異性絕緣體 能與男明奈結婚 可說是跌破了不少人的眼鏡 但其實冰口在日常生活中 可是非常有女人緣的 光與冰口傳有緋聞的女性 就能列出長長的一串名單 她還被調侃為娛樂圈中 最多前女友的男人 我們就來看看這些冰口女郎有誰 首先 喜劇演員本田瑞穗 兩人是在1993年的綜藝節目中認識 後來被週刊踢爆同居後 沒過多久就分手了 2號內田遊記 為冰口的緋聞女友之一 兩人於1996年因合作電視聚而認識 加上他們住在同一棟公寓 冰口常常還到女方家打電動的天亮 而開始備受關注 後來雙方也表示 他們只是會一起打電動的好朋友而已 3號上元英 由出川哲郎在節目中透露他們曾經交往過 4號 騰騎難耐子 被說是冰口的緋聞女友 而被刊登在報紙上 但本人否定了這件事 5號 賈本家耐子 演員加騰浩次曾在節目上 提到過冰口有位前女友 嫁給了職業棒球選手 這個人疑似就是賈本家耐子 但並未被證實 6號 小倉優子 原本是冰口的粉絲 後來發展成了戀人的關係 但最後還是分手了 7號 騰本玫瑰 當時因為冰口搬到了騰本玫瑰公寓的隔壁 而開始傳出緋聞 8號 倉科加耐 2010年被爆料與冰口交往 兩人相差了16歲 但最後也是沒了消息 可見是分手了 9號 男明耐 也就是現任的老婆 2009年一起演出電視節目而認識 2013年的夏天 在出川哲郎的幫助下 冰口與他交換到了聯繫方式 後來到了2014年2月 才被爆出交往 最後就走到了現在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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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別覺得冰口傳了那麼多緋聞 就代表他很滑心 其實冰口本人只是在演藝圈中 非常的受歡迎 不管男生女生都跟他很要好 這也讓新聞記者 有了很多題材能發揮 冰口有本人並非什麼有高有帥 意表人才的大帥哥 但他總是能把最真誠的一面 表現給大家看 毫不隱藏 這也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有非常多認識冰口的藝人 在節目或是廣播中 只有提到冰口 都會說他非常的善良有禮貌 大家也都很喜歡他 甚至被他騙來當搞笑藝人的有野競災 也跟冰口組團超過了30年都還沒有解散 在業界大家對他的評價都非常的高 他也很有觀眾緣 是綜藝節目的熱門人選 他很成功地達成了他從小到大的夢想 成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搞笑藝人 如今的他除了上節目外 也在2019年開設了自己的YouTube頻道 開始分享他的生活 好孩子這個團體 現在也是任天堂頻道中的常駐來賓 喜歡冰口的觀眾朋友們 也能去關注他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全部內容 如果有錯誤或需要補充的地方 都歡迎留言討論 我是YO Z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在哪裏影片見 的 Minuten 這部影片見